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马斐山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3号星期五 今天的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去年1400名华裔科学家放弃在美职务回到中国 美隐形驱逐舰首次进驻西台 时隔5年美国航母战斗群抵寒 乌克兰四地23号启动入俄公投 北加州公用事业公司被控在大麻调查当中泄露亚裔居民隐私 厦门航空即将告别全波音机队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湾区新闻 根据媒体报道 盛克拉拉县在3月启动了一项名为Midi-Assisted的工作 预算为100万元 这是一项月度补助计划 旨在帮助居民支付哮喘吸入器 胰岛素或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费用 现在该县的官员希望将计划扩大到包括所有其他类型的糖尿病药物 该计划旨在帮助那些没有资格参加州或联邦支柱的计划 但是也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高额药费的病人 使用CVS和Walkris等私人药房的居民和收入不高的工薪层的居民也有资格参加补助计划 获得补助的资格 患者必须至少年满18岁并且是该线的居民 病人需要有有效的药物处方 如哮喘吸入器 胰岛素或EPIPN 他们还需要满足收入要求 例如一个四口之家的收入为26.3万元 就有资格参加该计划 根据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随着参议院1397号法案的签署 代课教师现在可以通过大学学分来证明他们的能力 而不是参加加州基本教育技能测试 该测试要求个人通过阅读 写作和高中水平的数学 该法案在2023年的1月1号到2024年的7月1号生效 为雇佣更多的代课教师打开了大门 湾区的学区官员表示 暂时取消繁琐的州级代课教师考试 可以帮助缓解教师的短缺 本台记者吴卓明报道 自清洁加州项目在不到15个月前启动以来 州长加文·纽森提出的倡议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即已从该州的路边清除了100万立方码的垃圾 那是超过16700吨的垃圾 足以建造两堆从地球表面到轨道上的 250英里之外的国际空间站的垃圾 清洁加州是一项耗资11亿元的多年清洁工作 由加州交通部牵头旨在清除垃圾 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并让社区参与改造公共空间 自2021年7月启动清洁加州以来 与2020年相比 加州交通局已从州公路系统当中清除了300%的垃圾 并且雇佣了759名新团队成员 其中包括收集垃圾和清除涂鸦的维修工人 本台记者吴志明报道 盛河西的市长山姆·里卡多只剩下了4个月 就将会结束8年的市长任期 他在周四 也就是9月22号发表的最后一次 事情咨文之前和记者交谈 回顾了两任市长生涯的感受和感想 里卡多表示 经历了大流行 大规模枪击 干旱洪水 他演讲的重点是建立好这座城市 达至未来的成功 在他未来几周将要开展的六项关键举措当中 包括帮助解决无家可归者和兴建可负担仿乎 公共安全 安全用水 维护共同的星球家园 稳定城市财政 最重要的是城市的下一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 普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显示 2021年有1400多名在美国接受培训的 中国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学术单位或企业的工作 之后回到中国 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22% 根据报道 倡导组织亚裔美国学者论坛 在23日公布的这些数据 其依据是学术期刊上作者姓名下地址的变化 因为外形科幻被称为未来战舰的美国海军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在近日正式地列入 驻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分析认为 美国海军重金打造的这种隐形驱逐舰 首次海外部署就选择亚太区域 足见对该地区的重视 美联航一架飞往巴西圣保罗的航班 在22日被迫返航 紧急降落在新泽西纽瓦克的自由国际机场 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美联航149号航班 在机组人员报告紧急情况之后安全着陆 根据了解 这架飞机的液压系统出了问题 根据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 这段波音777-200克机 在飞行时有火星冒出 并有碎片从飞机上掉落 这架飞机在21号晚间从纽瓦克起飞 之后在大西洋上空盘旋 大约两个小时后返回机场 美联航事后发表声明说 飞机起飞后不久出现机械问题 机上的256名乘客全部安全 次日将会搭乘另外一架客机前往目的地 事故进一步调查仍在进行 福罗里达州和联邦竞选财务数据显示 负责转移移民的维托尔系统公司 曾向州长的一些高级盟友 捐赠大笔的资金 州长德桑蒂斯办公室 拒绝公布与维托尔系统公司 签订的1200万美元合同的副本 该公司负责管理未授权外国人项目 州民主党人在22日试图通过诉讼 阻止该项目 州长办公室也没有对该公司收到的 160万美元转移移民的费用制品 但是给该项目授权的州预算显示 未授权外国人指的是州内的移民 而不是来自其他州 而且今年制定该项目的共和党人 曾经公开表示 寻求庇护的委内瑞拉人 不应被视为未授权外国人 因为他们被允许留在美国 德桑蒂斯政府拒绝提供合同的公开记录 这和他2019年就职前 以最大的透明度和最强的 问责制运作政府的承诺相违背 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掌瓜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后卫 而被指控犯有攻击罪 在9月22日 他提交了一项针对纽约市政府的 一份索赔通知 以错误逮捕为由 要求赔偿200万美元 一段视频显示 在今年6月 丹尼尔·吉尔身手触及朱利安尼的后卫 当时朱利安尼正在史坦顿岛 一家shopride的超市 支持他的儿子安德鲁竞选纽约州的州长 争取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那吉尔就说 怎么了混蛋 虽然朱利安尼在视频当中几乎没有反应 但是他后来说 感觉像是有人在向自己开枪 或者他被一块巨石击中了 根据索赔通知的陈述 吉尔被监禁超过24小时 由于他的被捕和围绕此事的宣传 他失去了在超市的工作 吉尔在星期三和检察官达成了一项协议 根据该协议 如果他在今后6个月内不惹麻烦 就可以撤销对他的指控 根据代表吉尔攻击指控案的律师说 他没有前科在索赔通知文件当中 吉尔和律师罗纳德·库比指控了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包括错误逮捕 错误定罪 造成精神痛苦和非法搜查和扣押 长期以来过度用电可以作为一些普通住宅 可能隐藏有非法种植大麻地方的迹象 但是近期的一项诉讼说 北加州的一个公用事业公司违反州法律 向执法部门提供客户的隐私信息 尤其针对亚裔社区 导致亚裔受到不成比例的惩罚 诉讼说 北加州公用事业公司沙加勉渡城市公用事业区 为沙加勉渡警局搜索了整个邮政编码区域的用电信息 却漏掉了白人居多的社区 诉讼表示 一名警方的分析师从该公司提供的名单当中 删除了非亚裔的名字 只留下了听起来像亚洲人的名字 旨在为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提供智力支持的RCEP智库联盟 在23日在海口成立 9个国家的13家智库成为发起机构 智库联盟成立之后将会搭建开放型 多层次的智库交流机制 围绕RCEP实施政策分析 能力建设 人文交流等开展交流合作 进行RCEP实施年度评估 国别需求研究和区域经济数据库的建设 此外还将会根据RCEP协定条款 选取货物贸易 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等主题 开展联合研究 南方航空在22日发布公告说 其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当天 和空客公司签订协议 向空客公司购买了40架A320NEO系列飞机 40架A320NEO系列飞机的基本价格 约为48.48亿美元 上述基本价格包括机身和发动机 此次购机主体为南方航空旗下的厦门航空 新飞机引进将会集中在2024年以后 公告显示 40架A30NEO系列飞机计划 在2024年到2027年分批交付到厦门航空 根据空客公司在2020年1月的目录价格 A320NEO系列飞机的公开市场报价 为每价为1.05亿美元到1.36亿美元 此次交易的40架A320NEO系列飞机的 基本价格约为48.48亿美元 基本价格包括机身和发动机 公开资料显示 A320NEO是空客A320系列飞机的改进机型 装配新型高效发动机和沙旗小翼 飞机客舱的标准为150座 两级客舱最大为180座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23号说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查处 三非违法犯罪案件4794起 三非外国人是19983人 在严密口岸边境查击管控方面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紧盯口岸的 边境非法出入境活动 依法加强人员和行李物品检查 精准清查管控重点的地缘部位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500余万人次 交通工具180余万架次 依法拦查涉嫌跨境违法犯罪活动人员4000余人次 查获企图非法出入境人员3100余人 捣毁非法出入境人员的藏匿窝点95处 收缴各类枪支1700余支 子弹4.3万发 有效地阻断了非法出入境通道 及时发现消除一批边境辖区安全隐患 在严查严打跨境违法犯罪活动方面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紧盯偷渡 犯枪贩毒 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宣发打击幕后舌头 组织运送网络 团伙窝点 扎实海展陆地边境偷渡清脚站 海上偷渡防控站 设出入境证件犯罪起底站 追逃捕蛇攻坚站 涉网偷渡信息清理站 抓获防害国边境的管理犯罪嫌疑人士1.7万人 打掉犯罪团伙275个 23日来自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的消息说 博海油田博中296油田开发项目 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化制造基地 顺利地通过陆地建造完工演收 标志着中国首个海洋油气装备 智能制造项目陆地建造完工 中国海洋油气装备数字化 智能化制造转型取得重要突破 根据了解 博中296油田开发项目 是中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 博海油田2002年增储上产的重要项目 也是中国海洋油气装备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项目 本次建造完工的八腿井口平台 由东西组块和生活楼组成 总重量约为12000吨 可同时容纳100人的工作生活 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下发通知 将会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面向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 建造10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提供20万人次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通知明确 两部门共同制定在北京市西城区等42个地区 实施2022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项目资金按规定用于项目地区 为60岁及以上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 建造家庭养老床位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在对老年人进行综合能力评估的基础上 对适宜设置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 对其居家环境关键区域或部位 进行适老化智能化改造 配备住行住餐住穿等老年用品 提供20万人次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根据老年人的综合能力评估情况 没有相关需求 但是未建立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 但是不限于出行 清洁 起居 卧床 饮食等生活照护 以及基础照护 健康管理 康复辅助等服务 台湾央行在22日举行第三季礼监事会议 延续货币紧缩立场 决议上调政策利率0.125个百分点 并且延续6月作法 搭配调升新台币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稍早前 美联储会宣布升息 台湾央行此后马上开会做出上述决定 分析说 此后岛内千万的房贷足 料一年将会多增加2.4万元新台币的支出 房地产中介指出 今年3月尚未加息的台湾五大银行 新乘坐房贷利率为1.378% 台央行先前两度加息 共0.375个百分点之后 利率来到1.703% 如今有加息0.125个百分点 利率足额反应将会升至1.828% 与3月加息前相比 若以1000万元30年期的房贷金额计算 每月还贷支出预计将会增加2000元以上 住屋交易平台表示 近期问卷调查显示 近四成的受访者会因为这波加息走势 而减少购房预算 台湾总级总处在22日发布 8月的失业率为3.79% 较7月上升0.01个百分点 创下了10个月的新高 根据报道 8月深月人数为44.9万人 较上月增加1000人 主要是受应届毕业生持续投入 寻职行列的影响 其中初次寻职失业者增加5000人 因为工作场所业务紧缩或歇业 而失业的人减少了5000人 与上年同月比较 失业人数减少了5.6万人 国民党召开中常会 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民进党所谓的国际支持 会让台湾陷入险境 对台湾民众而言 却不希望台湾陷入火海 变成战场 追求和平必须通过所有人的努力 包括对话 沟通 一个都不能少 朱立伦批评民进党 只想靠国际支持 没有对话 沟通 B站让全民陷入火海牺牲 造成伤害的是年轻一代与全体民众 国民党则希望 透过和平B站 坚定防务与国际支持 保持区域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国际方面的消息 时隔5年之后 又由美军航母抵达韩国 美国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在当地时间的23号上午 驶入了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基地 在9月底将会在韩国东部海域 同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 米根号航母2003年开始服役 可以搭载80余架的舰载机 媒体说这是对朝鲜发出的警告 根据报道 美军还会出动安纳波利斯号 攻击型核潜艇 参与此次的联合军演 第77届联合国大会 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拉开帷幕 拜登在21号在联合国大会上的 一般辩论性的发言上说 俄罗斯总统一次公开威胁 使用核武器 此举表明莫斯科在漠视 核不扩散机制 拜登说让我们直接了当地说 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 入侵其林果 试图从地图上抹去一个主权国家 那就在今天普京总统再次 对欧洲发出公开的核威胁 这是对不扩散制度责任的 卢猛漠视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就此扎哈罗瓦回应说 问题是似乎拜登一开始就引用了 俄罗斯总统的话 我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仔细 核对拜登的话 拜登说的倒是很肯定 但是俄罗斯总统没说过这样的话 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同意美方对林恩特雷西出任驻俄大使的任命 通常情况下 在正式提名大使之前 东道国会先通过一项批准请求程序 两名消息人士说 美国已经将特雷西的信息提交给俄罗斯 以推动俄方启动批准请求的程序 美国政府希望特雷西能够迅速上任 取代9月初离职的约翰沙里文 根据报道 特雷西会说俄语曾在美国国务院欧洲和欧亚事务局 担任俄罗斯事务的高级顾问 还曾在土库曼斯坦 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美国外交机构工作 2014年到2017年 担任美国驻俄罗斯的第二号外交官 2019年就任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 如今提名获得确认 她将会成为首位担任美驻俄大使的女性 俄罗斯外贸银行新闻处表示 该银行为企业推出了开设人民币存款的服务 俄外贸银行的企业用户可以在人民币的账户当中存款 并且保持最低账户余额 此前俄罗斯所有的十大银行开展了人民币的业务 俄储蓄银行表示 拟发行人民币债券 俄罗斯外贸银行避开了Swift 为自己的客户启动人民币跨境转账 俄罗斯农业银行表示 仅在2022年的8月份 俄农业银行年年卡跨境交易金额就超过了1.6亿美元 乌克兰四地在23日启动入俄公投 此次公投的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 占乌克兰领土的近15% 公投开始前 有民调显示 四成民众对于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支持率 均是超过了半数 其中赫尔松地区高达8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方将会支持居民在全民公投当中做出的决定 不过也有媒体对公投提出质疑 说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 组织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几乎是不可能的 欧美也是在第一时间发生谴责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华盛顿毫不含糊地拒绝此类公投 并称我们永远承认这些领土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将该公投计划是拙劣的表演 可悲又好笑 德国总理舒尔茨直接指该公投为虚假投票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消息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公投一事答记者问 他表示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中方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 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尹熙悦在21日在纽约参加了由总统拜登主持的全球基金第七届财政公约会议 22日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说 在相关的会议散会之后 尹熙悦向身边的外长朴振和韩国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金圣汉说 如果国会的那些小崽子们不予承认 拜登总统也感到脸上无光 这怎么办 韩媒在相关的报道当中认为 尹熙悦辱骂美国国会并且提到了拜登 随后此事被韩国国内舆论批评为外交惨案和粗口外交 相关的争议也开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扩散 在相关争议持续发酵15小时之后 韩国总统府方面又在22日的晚间 在喜来登纽约时代广场的酒店内举行记者会 韩国总统府宣传首席秘书官金恩惠在记者会上表示 尹熙悦在相关发言当中辱骂的对象不是美国国会 而是韩国国会 而且也没有提到拜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2日表示 欧盟正在酝酿新一轮对俄的制裁 重点将会进一步限制对俄民用技术的出口 此外 欧盟正在考虑就适合举措表写时 取消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